Hello,大家好,我是Mr.Emman So 今天我會為大家講的是HKDSU 2015 Mathematics Score Paper 1, Session A1, Question 8 請來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未理解如何使用此影片 又或者你未理解我做這輯影片的理念 請你Posture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好,這一條是Circle Properties 大家都知道我是慶張Circle Properties會說一遍給大家聽 不過這次就放在後面了,讓大家快點看我的題目 第一件事你問我,當然是快點標了圖 那是ABE和BDC,對你的思考才會夠快 它也有給你一些資料,有兩節線短,會是雙等 由於BCE和3個型ABD互相重疊 所以Mr.Emman So 就特意加一些線短,讓你區分了等腰三個人 Isocia Triangle就是BCE OK 好,就想一下到底怎麼做 我就在這裏問 出發點在哪裏? 出發點當然是25度,或者是58度 如果看58度,其實就是要看AB的兩點 因為A和B就是射兩條弦出來,射到D 才會組成一個所謂的Angle at the Circumference 圓周角 根據這個邏輯,我再找了AB,分別有射兩條弦 射到C的位置 C的位置就叫Alpha,這個Alpha無可否認是58度 理由就是Angle in the Seam Sediment OK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你把一隻Alpha計算在58度的話 整個三個人是等腰的 你只要知道其中 不是等腰那對角 你就可以知道另外等腰那兩對角 我再做給大家看 譬如說,等腰那對角 就叫做φ加25度 首先,其中一隻角叫做 EBD就叫做φ,如途所是 OK 由於它是等腰三個元 你就有兩隻角 兩隻角分別的大小 都是φ加25度 然後你再用這個Angle sum的Triangle 你就會計算到φ是36度 OK 計算到φ是36度 我們就在這個三角形 ABD那裡 由於它是等腰三個型 ABD是等腰三個型 Isocious Triangle 那應該是 那隻角ABE加φ正正就等於 等腰那一對角都是58度 正正就是大家互相等的 等腰那對底角是互相等的 所以就是角ABE加φ 就會等於58度 而ABE就是22度 OK 還有一個我們還沒解決的 就是角BDC 留意,如果你看那個題目 它曬了 就是叫你找角BDC 然後找角ABE 留意這件事 它的次序擺出來 它就是叫你find 這兩隻角 它就沒有叫你先find角A DB then findAngle ABE 行不行 這個是考試 我們經常都會犯腦根上的錯誤 它順序寫 你就順序求這個是 沒有明文規定的 反正為何人家順序呢 因為人家的NN是有互逆的 可以交換前後位置的 OK 好,接著我們試試跟角BDC 我用了這幅圖給大家看看 你就會看得明白了 因為它始終ABCD是一個Psychic Cordulateral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其實可以用這個Opposite Angle 去計算它 行不行 那就是Opposite Angle Psychic Cordulateral 這樣去計算它 因為對角加上是180度 甚至乎你可以再簡單一點 因為說明等腰三個型 B角那邊是58度加25度 而D角那邊是58度加角BDC OK Anyway,你如何計算都好 你還是可以計算到那個Angle BDC equals 39 degree 好,整條的第八條就計算完了 好 那又要說說Circle Properties 我會把Circle Properties 分成為五個部分去記 第一部分就是1 1代表一條線Unline 那條線就是CenterCord Distant 就是延心距 OK 我經常會教人家背 延心距和Cord Cord就是因為垂直所以是評分的 OK 或者是因為評分所以垂直去記了 那這些字面你要自己慢慢去記 那譬如說 現在這個就是因為評分所以垂直 就是現在最左邊這個 Line Joining Center And Mid Point of Cod 一條線 就是連著中心和終點 可以不可以 那這就要說明 如果是連著中心和終點 就是評分 因為評分所以垂直 那就是Line Joining Center And Mid Point of Cod Perpendicular Cod 因為平分所以垂直 那反過來 因爲垂直所以評分如何呢 Perpendicular Line from Center 那這個說明就是因爲垂直 那所以什麼 By set Cod 所以評分 OK 那這個Cod equal distance from center Eco 那就是等延心距則等延 OK 那這個就是一的想法來的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個延心距 那這四條都可以 拜拜 不用想的了 好了 二是什麼呢 一條線兩條線加起來 就可以做到這隻角了 那我就會教大家記 就是Angle at Center Trice Angle at Circumference 圓心角兩倍圓周角 那這個一定要硬記的 為什麼呢 當你硬記的這個就發達了 就當這個圓心角 圓心角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圓心角是由兩條半徑做出來的 那圓周角呢 圓周角是由兩條Cod做出來的 Cod就是兩個circumference point 連起來就是一個Cod 那為什麼呢 如果那個所謂兩角的半徑 當它咬到180度的時候 其實就是出現了一個半圓出來的 那180度就是圓心角 圓周角就是90度 那其實這個就是Angle in the Semicircle 那至於這個Angle in the Semicircle 就更簡單 如果你幻想AB的兩點 就是射兩條半徑 就會像最左邊的幅圖一樣 就會組成一隻圓心角 就是2Φ 由於AB的兩個圓周點 它分別射了兩對Cod 一對就是射到C 所以就是2Φ 另外射到F也是2Φ 所以Angle in the Semicircle 我就會歸類下去 圓心角圓周角的一個記法 裡面的 那三條線就組成三角形 不過我們這次就是Golden Triangle 中文叫...不是金三角 就是鐵三角的 那就是等 gambling 等 yolch 等 Steph 等 Thankfully 等god 三指 ned 那你可以排 那就是3P3 3P3就是3乘2乘1 有六達的 就是了六達的Circle Propriet 自己慢慢 kart 另外 就是在這個項目連ú fracture 由於胡祥和元申國的關係是可以做計算的 什麼叫做計算呢? 胡祥的長度一定依賴元申國去計算 所以元申國和胡祥必定成比例 至於元州國和胡祥為何有成比例呢? 因為元申國和元州國剛好有兩倍 所以這個比例可以延續下去 所以得出的結論就是 Arc-link永遠與Angle成正比 Quad就沒有這一個 Quad就沒有一個直接計算 所以就不需要考慮了 再簡單一點就是Arc-link是Proportional 其他東西不要記,那就最簡單 至於四條線就是四邊形 不過我們說的是Cycic Quadrilateral 就是原來接四邊形 原來接四邊形最特別的地方 我們會分開兩個方向去記 第一個方向就是Level1 就是它的性質 它有內角和外角 內角和外角 你只需要對著這個關係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就是內角加上是60度 外角就是雙等 OK 那麼衍生來說 主要有四邊形的內角 當然是對角 加上是180度 這個當然是原來接四邊形 我們就會證到它是4點共緣 我們叫做Opposite Angle Supplementary Supplementary其實就是加上180度 因為正平衡線 因為正平衡線 也有這個 Interior Angle Supplementary 只要內角加上180度 我們有機會證到平衡線 另外就是Adjacent Angle Supplementary 就是直線上的輪角互補 只要它輪角互補 我們也證到直線 Exterior Angle Equal Interior Opposite Angle 也就是四邊形 它的外角等於內對角 我們也介定它是一個四點共緣 至於為何Converse of 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都可以呢 原理上呢 因為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我們一定是動用四個圓周點 可以嗎? 記得嗎? 比如Rs 就有兩個圓周點 我們射到其中一個圓周點 叫P 就會射到第一對角 我們又要射到另一對角 就是Q 可以嗎? 可以做到這個Angle in the same segment 那Converse of它的話 如果我們做到一個 好像煲胎的形狀 而它的對應角是雙等的話 我們相信這一個是動用四個圓周點 所以我們相信它也是四點共緣的 OK 去到五了 五就不是五邊形 五就是最後at last 最後 就會說這個切線 切線呢 最簡單的想法呢 就是touch as a point 中文就是足一點的 OK 那如果切線和圓周 是足一點的話呢 那那個半徑 就一定會和這個切線 互相垂直的 你只要想一個最簡單的想法 就是 一點和一線之間的最短距離 就是垂直距離 或者叫做圓垂距離 OK 所以半徑和切線是互相垂直的 另外 基於這個原因呢 我們會 在兩條切線 然後找一個雙焦點 拍起來呢 由於它是 半徑和切線是互相垂直的話 所以我們會出現了一對的 痰 痰 痰 而這個理由呢 就是RHS來的 你可以 pause the video 慢慢想一下 半徑半徑一定是雙等 直角一定是 對,因為半徑和切線是互相垂直 而這條是common line 這條common line就是 每一個直角三角形的斜邊 hypotenuse 可以嗎 那radius是S來的 而直角是R來的 那切線性有什麼症呢 那就證明了 對原心角會雙等 透過這個corresponding angles 就是common triangles 甚至乎外面的雙焦點 那對角都是雙等 甚至乎第三條線 第三條線 就是那對切線都是雙等的 都是用corresponding size common triangles 好,還有一個就是 Angles in Alternate Statement 交錯公認的圓周角 那這個我就會奉勸大家了 那你就會 如果用這個就要問一問自己 切點在哪裏 切點就很簡單 你一定會觀察到 而在切點上高 就隨便射一條cord出來 那這個cord和切線 就會做了一個叫做 延切角的 中文好聽一點 因為我沒什麼理會它怎麼譯的 延切角可能叫做 延切角 cord tangent angle 那只要在這條 就是現上高 再射兩條cord 下去另一個segment那邊 所以叫做alternate segment 就是另一個segment 交錯 交錯就是另一個segment 這樣的話 畫面上的話 對角就會相等 即是延切角和延周角會相等 OK 好,那我有一卵咀 就說了這個circle properties 給大家聽 那方便大家溫習 說到這裏都完結了 有什麼問題可以找我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 是Taoful的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 這節經文是送給大家的 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 留下一間教會 撞一撞我 我其他一間 因為我只能夠 教到你知識的神卻 教到你生命 多謝大家,拜拜